好,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宇文 我拥有30年电脑教育之力 目前也是大学讲师,以及是专案的讲师 今天要为大家探讨的问题为 OpenShot 编辑为电影超自由 这个是有个故事 我为什么要介绍这个工具 其实在网络上有很多人说明 但事实上,我觉得要有观念 跟大家来报告一下 朋友问我说 你通常都用什么工具来编辑你的影片 我就问到了 为什么这样问 他提问了 因为我工作岗位上需要剪接影片 还有,我可能有在网络上贩售商品 那这商品当然是属于自己本身的合法的二手商品 但是看到人家都用影片剪辑 做得很生动 所以他也希望能够来做这样的编辑 另外有的朋友说我今天出去玩爬个山到公园发现影片 可不可以录下来 那么作为编辑以及未来的回忆录 其实是可以的 所以我大力的推荐 OpenShot 因为它是一套完全免费的自由软体 重点来的 它是自由软体 它就不用钱 当然我们建议大家在这个课程里面用的所有的影片 那么一定要合法 否则会触犯到所有的著作权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这个细节 好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既然要谈OpenShot 一定要有工具 工具的使用方法 首先要去网路下载 然后进行安装 那么再给予启用这套工具 至于如何下载呢 我们可能要到这个位置 三个w.openshot.org 来进行download 那你可以开启任何的浏览器 好我们来看一下15操作 好请各位朋友们打开浏览器之后 上网输入openshot.org 打完之后 你就看到一个logo 要有这个logo哦 openshot 这才是原厂哦 官方网站 进来之后 你可以看到画面上有两个选择 一个叫iMovie Windows版 那么一个叫做 Windows64位元安装程式 建议大家 只要你是Windows7、8 以及Windows10以上版本 都可以 由这里点选下载 那我们就可以安装它了 各位朋友们 当你下载完成之后 怎么安装呢 在你下载的存档位置 你会找到一个叫openshot2.5.1x86- 底线64的自行档 图案长这样 按它两下之后 你就必须选择 安装的语系 它有提供繁体中文版 如果你的电脑是英文版 那这里也可以找到英文版 确定 麻烦您就记得一招步骤 都用预设值就可以了 直接按下一步 它就进行帮你安装 直到完成 安装完之后 我们如何启用 各位朋友们 你只要在Windows底下搜寻 打个opens 你就看到它了 OpenShot Video Editor 那么进来之后 我们点选 你会看到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就是我们OpenShot Video Editor的编辑工作模式 好 我们看一下几个简易的作品欣赏 那先跟大家说明 这个作品基本上是我拍的 注意看哦 这是手机拍的哦 松鼠的生态 好 有没有 淡入淡出 一个简易的转场 OpenShot是很方便帮我们做出来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有看到吗 这样一个效果 这是完全手机拍的画面 进行OpenShot的剪接 那你会发现 这个动作品 说实话超自由的 为什么呢 我花不到三分钟就做完了 当然 这是拍摄要有技巧 这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 会为大家说明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作品 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作品是什么呢 它是全部都是照片 也就OpenShot也提供 透过照片也可以变成影片 是不是都很自由 所以我们要讨论说 这个工具里面 也就这门课 我们的教学重点是 剪辑片 应用片 十五片 三大结构 在剪辑片里面 我会介绍大家 如何做影片重组 影音整合 以及影片效果该如何处理 在应用片里面 我大概会为大家说明 什么叫做影片变照片 那么什么叫做照片又变回影片 当然这两个用途的方法是不一样 一个是要截取影片中的精华 一个是把精华都成新的影片 当然影片呢 除了刚才的一个拍摄来讲 一般是不会有声音的 所以我们如何去配乐 以及上字幕 最后要输出成 真正能搬到台面上的影片 那因此 为电影制作 这个十五片 就是要教大家 从头做到尾的概念 所以这是为各位朋友们来说明的 好 那这档课 我们上完后 你将完成什么呢 为电影制作 是轻而易举 那么影片剪辑 一点也不难用 那么最后 OpenShot 一定可以搞定 您影片工作上的影片 好 我想上课前 还是要有一个基本概念 就是各位朋友们 OpenShot的影片编辑软体 一定要安装 没有 这是白搭的 那么生活或工作上的影像 或者你工作上有的影片资料 准备好 为什么呢 就是要剪接嘛 那基本的电脑编辑能力 一定要有 所以比如说滑鼠怎么操作 键盘怎么操作 我想这个我们就大概要有了 没有话说实话 简介来讲 还是很辛苦的 一定要有学习的热忱 还有创新求变 OpenShot 编辑为令 超自由 请不吝点赞 订阅